近年来,印度综合国力不断上升。GDP排名也跃居世界第五。面对国力的不断上升,印度从底层百姓到上层精英,无不抵气十足。自满自大心态在各种场合表露无遗。为了显示国家的强大,印度屡屡无端挑逝,不断挑起与巴基斯坦和中国的边境摩擦。 相比于巴基斯坦,虽然印度的国力和军力都全面超越,然而印军却一直未能取得压倒性的胜利。战机屡屡被击落,飞行员也被俘虏。 面对这样的局面,印度高层和媒体依然大言不惨。印度学者甚至翻出历史,列出了中印史上的五次交战。 印度三比二,完胜中国。因此,他们得出结论,从古到京,印度都比中国强大。 我们很好奇,印度学者提到的五场战争,分别是什么呢?下面为大家一一列举出来。 一,唐朝对应战争。公元642年,唐太宗李世民命令王玄策等人出使印度。 然而印度国王阿罗纳顺,因贪婪唐朝使团的财物,而对王玄策等人刀兵相见。 王玄策逃脱后从土国,尼婆罗,经尼伯尔,等国借来一万余兵力。 将阿罗纳顺打败,并将其押赴长安。王玄策因此被后人誉为史上最牛外交官。 二,鸦片战争。 1840年,英国借保护鸦片贸易为名,出兵中国,鼓励打败了清朝。 由于英军中,有大量来自印度殖民地的扶从军。 因此印度学者认为,印度打败了中国。 三,第二次鸦片战争。 1856年,英法两国分别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府事件为借口发动战争。 最终打败清朝。 英军中的印度骑兵在通州巴里桥战役中打败了清朝军队。 这也被印度学者胜赞为印度对中国的胜利。 四,八国联军清华战争。 1900年,英、法、俄、奥匈、异、美、日等八国组成联军,出兵中国,打败了清朝。 英军中依然有大量的印度扶从军参与,而且与多国士兵分区占领北京。 被认为,是印度对中国的胜利。 五,五。 对应自卫反击战。 1962年,印度军队悍然越过中印实际控制线,不断蚕食中国领土。 中国军队愤然反击,歼灭了印度入侵部队,并收复了部分领土。 沉重打击了印度军队和印度高层。 以上五场战争,就是印度学者口中的中印战争史。 然而,对于中国人来说,我们很难理解印度对中国取胜的三场战争中,印度到底扮演着何种角色。 可能只有他们自己的祖先,才能知道了。 印度国防部长说,印度已经不是1962年的印度了。 印度可以同时打赢,2.5场战争。 印度媒体说,印度各个行业都领先中国至少十年。 呵呵。 我只能说印度人太自信了。 好了。 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们,记得点击订阅按钮。 并关注我的频道呀。